好 接下来第二个require的形容词 require是再一次的问 再一次的看 表示你很需要 你要求 需要要求 字尾加上d就变成形容词 叫做需要的 必要的 要求的 必须的 require的 newcomer叫做新进的人 新进人员叫newcomer 新进人员叫newcomers 新进人员will attend 他们都要参加 attend 叫做参加 或者叫出席 新进人员都应该要attend 参加什么 参加这些require的 这些必要的one week 必要的一周training courses 训练课程 必要的一周训练课程 叫做require的one week training courses 大家都是要参加的 才能够familiarize 才能够使熟悉 这个字响上去哦 使得自己familiar熟悉 themselves with with翻译成 对于 你参加了这一周的训练课程 才能够familiarize familiarize 使熟悉 使谁 使themselves 使得他们这些新进人员 新进人员他们自己 能够熟悉 with 对于呢 the company 对于整体的公司的熟悉 and their work 还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上的熟悉 好 那我们看例句 newcomer 新进人员 再来familiarize oneself with familiar oneself with familiar是使熟悉自己with 对于什么样的事情 好 那这个with是介细词 后面加名词 我rmg 使熟悉 对于什么样的事情 对于后面这些事情要使自己熟悉 叫familiarize familiarize oneself with 好 再来我们看到require这个字啊 如果把它加上ment 加上ment 变成名词字尾 叫做requirement 就是需要的必要的东西 必要的这些名词状态东西 所以是要求跟规定 requirement 要求规定叫demand 手头上的表示你有实际的hands on 叫做食物的经验 所以要有硕士的degree 硕士的master degree 还要至少两年的hands on 手头上的食物经验 这两个东西是the basic 是basic 是基本的basic叫基本的requirement 是要求跟规定 要求跟规定for the job 对于这份工作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学位 我们之前学过了bachelor bachelor bachelor是单身汉 后来延伸为学士的菜鸟 对不对 好 学位叫做bachelor degree 硕士呢叫master degree 如果是博士呢 博士很多语都叫phd 对不对 这个phd的d就是doctor ph是philosophy filosophy这个字叫哲学 各位想想看 当你一个学问走到了博士的阶段了 很多东西都是一种哲学的一种思辨了 现在是一种哲学 叫做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哲学方面的博士 再来呢 hands on hands on是手头上的 手上的 hands on就是有实际的意思 所以实际经验叫hands on experiences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7个跟英文 商业用语有关的一些办公室片语 like or not 不管欣赏不欣赏 在西方的职场上有一些话 他们会这样说 譬如说他们讲开始一个专案 他们会说get a project off the ground 让我们来让这个企划离开地板 get off the ground 让东西离开地板表示我们要开始做了 然后我们不会说联络你 他会说touch bass 我会去联系你的基地 touch bass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缘由 第一个有hands on 我们刚刚说了hands on是手头上的经验 那什么是hands off呢 hands off就是字面上手要离开 对不对 hands off表示你不插手不干预 我们可以给一个例句 Mike is a hands off manager 我们的Mike是一个hands off 是一个不干涉 他的手不会去干涉别人的经理 he lets me do 他会让我自己做 whatever I want 只要我想做都会让我去做 只要我as long as 只要我能够meet符合我的计划目标 meet the goal 我如果能够符合到project计划的目标 他就不会hands off 他会